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文胜玉当地时间9日访问美国 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进行了约40分钟的会晤 美国政府为解决半导体供应短缺问题 要求三星电子等全球半导体企业提交半导体生产和销售资料 在提交截止日期的第二天 韩美政府人士随即进行了会晤 文胜玉表示 美方出于稳定全球半导体供应的目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将不会根据国防生产法再次要求提供信息 文胜玉还说 韩美产业合作对话将从局长级对话升级为部长级对话 并另设半导体合作对话小组将于12月8日举行首次会议 美国政府要求各国企业提交商业机密引发了批判 对此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亲自在美国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 各国企业是自愿提交资料 吉纳雷蒙多表示 台湾台积电等与自己进行对话的所有企业的负责人都表示 提交资料是一项好提议 吉纳雷蒙多说 扩大半导体供应的透明度将可消除供应链瓶颈 应美方要求此次提交资料的半导体相关企业共计189家 预计美国商务部在研讨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将继续与韩国企业进行协商 今天,'ителей利美国培会",操顏由市裔 包厚、冬生雷蒙多主编 金光壮